我們在這邊再次呼籲警方人員 我們這場是一個和平比性的抗爭活動 我們不希望看到任何暴力的鎮壓 我們今天早上在行政院已經建立一場暴力的鎮壓 我們不希望在這個地方再次看到 不管是總院長三方鬥敵承諾 不會用武力不會用暴力來驅趕學生 來驅趕學生 如果你們使用這樣的方式要來驅趕學生的話 我們都會往立法院議場內衝 到時候如果造成警方的一些受傷 一些受傷的話或一些損害的話 我們呼籲我們正中聲明 這就是馬英九政府要負起的責任 馬英九政府要負起的責任 請不要再為這個已經失去正當季的政權來服務 你不要再為馬英九這個已經失去正當季的政權來服務 對吧 我們都要為馬英九我們延正的服務 你倒下他們是贏的責任 исс利 中文字幕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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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 李宗盛